我今天又来到大家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 就是胡志明市这边的啤酒街 范武老街这附近啦 之前有看过我影片的朋友就知道呢 范武老街这边呢 就是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啊 还有可以喝啤酒啊 非常的热闹 但是呢 我今天除了小姐姐还有啤酒之外呢 当然那些一定会看啦 那我还准备了三个 一定要做 一定要去的东西 还有一个千万不要做的事情哦 不要在这里做哦 所以今天呢 就跟着抢你从头到尾走一遍 我来到这个地方呢 我到底会做哪些 还有我不会做的一件事情哦 统统跟着我走run一遍 这样呢 相信会对大家来这个地方旅游更有帮助 那我们现在事不宜迟呢 马上走 我第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一定要先填饱肚子啦 Let's go 你看超厉害的它里面有鱼尾狮欸 这个这个店真的有屌哦 你看 这个就是我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Laksa 因为这边的椰浆Laksa呢 我觉得非常的好吃 很道地 因为老板啊 本身就是正宗的新加坡人 所以呢 他的口味真的很道地 那这个是因为我逛街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 所以现在变成我的爱店 那不管是逛完啊 或逛之前啊 只要我有时间 我都会来上一碗哦 真的超讚的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你来饭无聊这边逛街的话呢 我推荐的你一定要来吃的一家店 还有它的Laksa哦 那你可以看 它的饮料也是相当有特色哦 就是做的很有那种完美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它的鱼尾丝 一尊摆在这 所以呢 这个真的很适合来打茶 不过呢 它的食物是真的好吃哦 那如果想知道的话呢 地址放在这边 吃饱了 那家的Laksa真的让我很满足 那现在吃饱有力气了 我带你们去逛啤酒街咯 然后呢 再顺便看看里面有什么 我推荐的东西 你们一定要尝尝 或你们一定要坐 趕快走趕快走 其实蛮近的 那给你们看一下热闹的街景 那等一下呢 应该是会有很多游客 或外国人啊 不过今天有点下雨 所以呢 不知道有没有那么早出来哦 到了到了 那我们准备去看小姐姐咯 Woo 这家呢其实也很有名 外国人蛮爱来的 就是非常的有那个 慧安那边的特色 那这是他们的传统服装 这样子 哇 超热闹的 那里面呢 你们不是只有看漂亮小姐姐而已哦 里面真的有一个 我蛮推荐的东西 大家来的话呢 一定要去一下 累了累了 加速加速 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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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 累了 那这个就是我要介绍的果汁店 你從那個門口走進來在右手邊 那我剛剛指的那個地方 這裡面就藏著這個很好喝的果汁店 那我這邊是點了那個芒果Smooth 這個是我推薦的 你來的話不要錯過 除了看小姐姐之外 口渴嗎 那我們可以喝一點果汁 這邊都不只飲料 你要來喝 剛剛有沒有看到那個烤肉 其實呢我們就只會吃一點點 然後呢邊看著路景 然後邊喝飲料邊吃雞腳這樣子 很趣喔 這邊呢你要小心 你一不小心就會被抓 然後抓進店裡 所以呢如果你不喜歡 就勇敢說不 OK 就是這一間 這一間的話呢 因為我的越南朋友他們也介紹給我過 然後上次吃過覺得不錯 所以這次呢 我也推薦給大家 然後很多人來打卡 那這邊的海鮮呢很好吃 那還有一些特色的小物 你們看喔 在這邊用餐呢 他還可以就是看路景 然後呢有很多漂亮小哥哥 小姐姐 然後一直經過 那這就是非常愜意的用餐環境 那會選擇這家呢 是因為啊 那裡面的Bar 就是都是那種拼盤啊 炸物那種啊 所以吃不飽 那來這裡呢 就是可以補充一點體力啊 吃一點海鮮啊 那你們看這個生蠔超大的 拳頭斑的生蠔 好啦小一點點 然後呢 這邊你看 這個大部分人會說是邪教 就是說他們是放那個起司啊 然後在這邊烤的 奶油起司烤的 然後呢 這個是越南特別的 就是說他 我認為啦 應該是吧 我在這裡才吃到 就是說有點帶有點椒鹽啊 然後用這種蔥啊 然後呢 這樣子下去做到 這個 味道我喜歡 讚讚讚 這個是超有特色的 越式口味烤雞爪 我來的話呢 是一定會吃啦 這個真的讚哦 肥美 然後呢 味道又很特別 跟台灣的那種雞爪不太一樣 所以呢 你來越南啊 不管在這裡或路邊攤 我覺得你都可以嘗試 啊 我想到了 剛剛那個飲料店那邊 也有烤雞爪 那邊的雞爪也很好吃哦 那會選擇這邊是因為他還有海鮮 所以 肚子餓的朋友 別忘記 你從啤酒街走到底呢 就可以看到這一家 當然 它的價格呢 是稍微有點貴 不過你既然來旅遊了嘛 所以呢 就是稍微花一點錢 我想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吧 平時各地上門就算了 雨bell才會找到 水晴 冷氣 Ralph 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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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我就要跟大家說千萬不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千萬不要住在泛舞老街 你們可能覺得住在這裡拿的非常近 走下去就是啤酒街非常的happy對不對 但是呢相對的你也知道 他們的party time 可能到了三點四點都還持續著 這個是我慘痛的經驗 對於我可能常常明天會有規劃 可能我覺得明天要充滿精力 然後呢繼續去奮鬥的人來說呢 完全沒有辦法睡覺 千萬不要住這裡踩雷 千萬買來買來 但是如果啦你自己的取向呢 就是你可能本來就會在下面喝到那種爛醉啊 或者是比較想要玩晚一點的人啊 那你想要就近 那這個呢當然也是一個好的選擇啦 所以呢也不完全說真的不要來啦 只是身為我需要保持精力的人來說呢 真的建議不要 我之前就是三四點我整個抓狂 我睡不著隔天完全沒有精神喔 這就是我以上想要介紹大家的說 除了啤酒街的姐姐啤酒還有一些氣球 裝飾用的氣球之外呢 那就是特別再帶出幾個 一定要做的一定要吃的 然後還有千萬不要做的事情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大家掰掰